部長 看到這張照片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外交部失職 外交部失職 我不會怪柯市長 我不會怪柯市務 外交部失職 部長 柯市長有沒有安排禮遇通關 呃... 有 有 以色列代表是哪一位 張大使 張代表 柯市長入境以色列有沒有禮遇通關 有的 出境有沒有禮遇通關 我的了解是有的 代表有沒有在現場 有沒有陪柯市長到機場 還是代表是有沒有任何人陪著柯市長到機場 這個可能是機場裡面分很多層啦 沒有沒有 我們代表是有沒有人去嘛 有有有 我們在以色列的外交禮遺 我們的代表人可不可以到登機門口 還是只能到外面海關 可以到登機門口 所以照理講我們的代表處有人在那邊喔 我們的代表處沒有辦法安排一個貴賓室嗎 我們跟以色列的關係連一個貴賓室都安排不到 要必須讓我們首度的市長住在地上 外交部失職 現在那個蘭麗立委 蘭麗立委剛才在立法院要求外交部懲處 他覺得說怎麼可以讓你坐在地上 這有什麼關係 不是啊 這個就很奇怪 你去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小題大作 你去那個國際大的機場 你去看看 我也常常出國 那個在機場上躺在地上的 或是就插頭插著在划那個notebook的 一大堆啊 奇怪 這個就是典型的小題大作 就Stupid 我實際上